今天呢 我個人是非常的興奮以及期待 你呢?我昨天都睡不著覺 蛤?會不會太誇張? 好好奇在台灣會變怎樣 對啊然後又加上售價 感覺售價是一定是會比在國外貴 但至少連在台灣買到的還不錯 期待 現在已經要走到了 然後他在夏姿的旁邊 還有Coach的旁邊 門面非常的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超美的 是這個 很有礦物感的這種 門面 店蠻大一間的耶 然後裝潢也很美 好現在準備要進去看一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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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太誇張了 你去倫敦都已經買成這樣了 這件很時髦欸 可以買吧 可以嗎 你覺得怎麼樣 還是買個綠的 綠的好像有 綠的啦 你這個顏色已經有 昨天已經介紹兩件了 結果還是掛在手上 喔綠的是短袖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更衣室裡面 這間更衣室非常的大 然後鏡子旁邊都有留燈條 然後這邊的那個掛衣的方式也蠻特別 就是把衣架上面的掛鉤轉一個方向 它就有留一個 溝槽 可以這樣掛衣服 還蠻讚的 好我現在要先來四川 第一次在台灣COSE結帳 有一種感動的感覺 好開心 真的 六年 真的 我現在剛回到家 然後 就直接來開箱 我們今天在COSE台北店買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要一直戴著口罩呢 就是因為我昨天去打了雷射 所以現在就是 花臉狀態嗎 非常的花 這裡還有一些 小花斑 你要不要讓大家看一下 一下就好 不要吵 不要吵 所以今天就以口罩的造型跟它開箱 反正重點是衣服啦 好我先把全部的東西都拿出來 顏色怎麼都蠻類似的 就是我最近著迷的一些比較 大地啊 業脈感的顏色 先來講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呢 跟我在倫敦那時候看到的一個很像 但是 那間又更米白一點 但那時候 找遍了 整個倫敦的COSE都沒有買到 然後今天就買了一個比較類似的款 然後它是前面有打折的 有兩個折子在前面 然後有一點點錐形的 褲子 這算工作褲嗎 不算吧 這就是很休閒的休閒褲 好那我 先來換這條褲子 這褲子 怎麼樣穿起來很好看吧 為什麼不說話 很好看啊 就是 你會有的褲子 對然後 我 我選的尺寸是 最小的 44 這件褲子的台灣售價是 3500塊 那我看一下 我能不能在網路上看到別的國家的 這個褲子我參考了 那個 歐元區的網站 是 79塊 2300 喔 而且如果買 多一點可能還可以退稅 我這樣掐指一算 售價大概是高了3成左右 好高喔 嗯 蠻多的耶 但是考量到台灣的進口貨物稅什麼的 嗯 但我原本以為差不多一兩成 但結果是三成 所以 算是蠻多的 真的耶 嗯蠻多的 因為COSE在歐洲算是蠻普遍的牌子 買了一件深藍色的 POLO衫 然後他這一件呢 是有一點 類似毛巾布 但不是 然後表面是用銅色系 呃 支撐的 條紋 那我不知道畫面上看不看得清楚 他是有一點 條紋的感覺 我剛剛說錯了 他不是POLO衫 他是 短袖襯衫 因為他的 扣子是 全開的 然後 我買的是 Extra Small的款式 但袖長 算是比一般Extra Small的 再偏長一點點 他雖然是百分之百的棉 但是因為他織起來的關係 所以 穿起來是 呃 在觸感上面是比較 有感的 如果平常穿衣服 很怕面料比較扎的話 這件可能就要再考慮一下 但我覺得穿起來 穿上身的效果蠻好的 然後 我配了一個淺色的褲子 就 還蠻突出的 這一件的話是 2900塊 然後歐元的話是 69元 換算台幣是 2066元 是不是三成 因為我們數學人 很爛 反正就差1000塊 對啊 差不多是三成左右的 價差 所以 應該每一件都差不多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件還不錯 所以我有買了 同款不同色 我等一下換 深色褲子的時候 再來試穿 下一件是一個 綠色 可能有一點色差 綠色後針織的 短袖上衣 然後是 圓領的款式 我現在來試穿一下 這件穿上身的效果也不錯 嗯 這件我有試穿 我也很喜歡 然後它雖然是粗針織 但是我覺得 它穿起來的 那個 在皮膚上的觸感 就沒有那麼的扎 可能是因為這件是 有肌綿的關係 嗯 但也有可能純粹是 剛剛那件的織法的問題 應該是織法 嗯 然後它這個墨綠也還蠻 好看的 嗯 就是還蠻耐看的啦 我覺得 我一樣選擇的 都是Extra Small的尺寸 這件是2500 然後這件 換算歐元是1700 所以差不多啊 對 價差就是在這邊 應該就是三層 就是真的是三層左右的 價差 接下來 我先來換另外一條褲子 是一個墨綠色 然後 前面的褲頭就是 比較像是西裝褲的褲頭 後面還有一顆扣子 要扣起來的那種 但它旁邊是 鬆緊帶 所以算是蠻有彈性的 比起一般的西裝褲 會更輕鬆一點點 我現在來試試看 這條褲子我覺得 比較像是 COSE歷年來都會出的款式 只不過它把以前很常出的西裝褲的款式 在腰部這邊改成有鬆緊帶的形式 我覺得這相對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吃飽 穿西裝褲就是 會很緊 然後 這個就不會 然後它的前面呢 就是 完全都沒有打折 是順順的直筒褲這樣子 因為我個子比較小 165 反正褲長我覺得是 可改可不改 如果要改的話 我可能會改個 一折吧 一折的長度 然後這上衣就是剛剛那件 觸感比較紮的 同款不同色 這件是米白色 就是我最近比較著迷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好看 在白色上面就可以看得出 它這個紋理 然後它這個領子真的做得 很大方 就是比較大塊 比起傳統的Polo身 它的整個領子的線條 是做得比較大板一點的 這一件應該算透氣吧 算啊 因為它薄薄的 然後我喜歡它下擺這個 很簡單的收邊 然後在扣子 門巾這一條 的寬度跟其他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細節感 是有做出來的 回家拆開之後才發現 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跟剛剛那件 綠色的圓領是同款 然後一樣是不同色 但是因為像這種比較 比較基本款 就是有造型的基本款 這種我通常 只要是適合我的顏色 我通常都會收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 很好搭配 然後記憶點也不會太強 這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只要換個不同顏色的 褲子來搭配 都會蠻好看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袖長 我覺得它近年來有 越做越 Oversize的趨勢 因為過去的 Extra Small 這邊會 大概是這個長度 就不會是 現在這樣子的版型 所以它也是有 因應現在的流行趨勢 在剪裁上面做一些 不一樣的調整 喔對了 剛剛忘了說 這條褲子的售價是2900 那其實以2900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一條好看 然後基本款的褲子 說好找我覺得也沒那麼好找 然後顏色不想要跟其他人太雷同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格是一個 蠻好的入手點 接下來是最後一件 這應該算是襯衫式外套 然後我還蠻喜歡它的地方 是它的扣子是 比較大顆一點點的扣子 就造型感上面是比較強的 然後這一次它的這些衣領 我都很喜歡 因為都是做很大的 很有復古感 另外就是 這個袖子 袖口這邊呢 過往很多 開金山啊 都會做很長一截 但是它現在做的是比較短短的 然後也不會過緊 就是是實際可以 收上手 但是又不會 感覺到這邊太勒 它也是用這樣子的寬度 在下擺的地方收邊 整體穿起來我覺得 墜度還不錯 是自然派的 我最近喜歡買的款式就是會稍微 寬鬆一點點 看起來還是很有精神 但不會給人那種很拘謹的感覺 很自然的一些 垂墜感 然後在肩線的話是 我的肩頭在這兒 大概是落肩一點點 不會到太落肩 有時候太落肩太垮 就會看起來沒有什麼精神 這個就還OK 現在就來總結一下 今天去COST逛店的心得 在國外很多都是街邊店 所以都是會有不同樓層 然後每一個樓層 比較小 但在101裡面 整個賣場空間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大的 以我逛過COST來說 總體來說 我覺得這一次更衣室的體驗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它又有安排收銀台 在更衣間的門口 就是試玩 你不用再跑去 總結帳櫃台 就是可以直接試玩 就結帳 打鐵趁熱 我覺得還蠻棒的 對這說不定也是一個 新的策略之一 另外還有大家最好奇的價格 反正價格 我們這樣子粗估 粗算下來 大概就是貴三成 以上就是COST在台灣第一間店的 店內小導覽 還有購物開箱 對COST有興趣 或者是觀望很久的朋友 今天已經在台北1012樓 正式開幕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然後 都可以 要分享這支影片 給你所有的朋友也可以 然後 要在你的instagram 分享的話 要記得 tag我的instagram 是 seb 底線 底線 好 那我們下次見 就這樣 掰掰 金鼓咯 金鼓咯